今天我準備了一個Party的Make-up 首先會用一個Ping Pop眼影膏塗底部 用完這個眼部打底膏之後 我就用了Julia Petite的眼影 有一個銀灰色的顏色 我就會做雙眼皮的位置 它帶一點閃 令整個眼睛非常精靈 用完這個之後 我會用一個眼影掃上眼窩和眼尾的位置 令整個眼的輪廓非常之深水和大 用完這個之後 我會用一個畫眼線用的平腳掃 用這個深紫色的顏色再畫在眼線的部分 令整個眼影更加圓大 今年眼妝特別流行 掃了一個很自然眼窩的輪廓為主 所以顏色方面 我們可以選一些Earthstone為主的眼影顏色 如果我的眼影的畫法 就會更特別 我用一個花瓶金的顏色 先放在眼蓋的中間 做一個光亮 然後我們可以用一個 中間白色的顏色 放在眼頭和眼尾做一個適合 塑造整個眼波的立體感 然後再配合一個液體眼鏡 或一個明顯拉長的眼線 突出眼影靈活 令眼睛更加有精神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我教大家畫在日常都應用到的妝效 用Bobby最常用的三個顏色 淺、中、深 淺色通常我們放在眼皮這個位置 整個眼蓋都塗光 光合眼皮的色素 第二就是用中間色 中間色通常我們放在眼窩的位置 你看到它的輪廓會比較明顯 另外就會用最深的color 深色然後放在眼皮的位置 看到眼手有深邃的感覺 看到它更加有神 更加大隻 今天做一個眼部的focus 我會是 使用一些比較自然的顏色 用了的顏色就是 Nars Narcissus的眼影盤 光濕兩用的 光濕兩用的 眼淚我用了一個 比較純色粉紅色的 調色 提供一些glossy的效果 而眼窩位是用了 顏色中的一個 閃亮版的啡色色 加強眼部的立體感 最後就用了一個 Via Veneto的黑色眼線 做了一個比較定義的 按照顏色的眼影 而眼尾會拉長一點 會有提升的作用 Catr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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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